王毅得到一枚钥匙 在2022年打开一扇门会去往1982年 在1982年打开一扇门会回到2022年 两个不同的大时代出现在他面前 清晨 鼓中声响了起来 王毅钻出睡袋看了看 大迷糊的扑盖随意扔在地上 人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他打着哈谦走出门去 王老师你起来了 我跟你说见识 这个周你不用开课 我把以前老师留下的课本和笔记给你送过来 你先备课 然后吃书去县里跟教育局的领导打个批示 把去水花岛戒毒的学生给你调回来 岛上都是玛丽人 王东喜很快给他送来的纸壳箱 他打开之后 最上面是一本卷编的课本 他翻开书页 左边是目录 右边是彩绘图 王老师你先看着 这里是早饭 一个包袱打开 里面是两张金灿灿的面饼 面箱猪油箱 香气扑鼻 王东喜给他送来的不光面饼 还有咸菜 是今年新烟的香春芽 王毅高高兴兴地带着回屋子 他看看外面没人 便返回二二年 给郭叔和周科长 打了个电话报平安 来到时空屋 拿出防风炉 回来煮上小米粥 王毅等着煮粥的空子 将香春芽装入盘子 然后无聊地拿起半张报纸看了看 不久门外传来脚步声 大迷糊冲了进来 拎着个网兜 站在门口直勾勾地往里看 你看什么呢 温点香味了 说着他扔掉网香过来了 这是什么 里面咋有小米粥 这是锅这是什么 你可真会感受好 早上你去哪里了 我这刚煮熟饭 你就回来了 你也吃大虾吃螃蟹 倒是潮水活发海货多 我给你摸了 老旧的网兜里 大大小小的螃蟹 海螺 扇贝 担菜和隔离 还挺多 你是早起给我摸海货去了 大迷糊点点头 打开包袱准备吃 行吧 那你等等 等小米粥熟了一起吃 他一开锅盖香气 跟气浪似的往外喷涌 我能全喝了 你真会说实话 昨晚煮的热水 已经成了两百开 他索性往里加了半瓢的水 小锅炖食满了 别加水 加水不那么香了 不加水很烫 给你把嘴巴烫到皮 加了两百开 真好痛快的喝 来 都给你喝 王老师你呢 我吃海货 王一把灶台上了火 把海货扔进去煮 大迷糊蹲在门口 连吃大火 吃着喝着突然哭了起来 你咋哭了 王老师你对我真好 你自己吃海货 把饼和小米粥给我吃 就知书和你对我最好 行了别哭了 我是喜欢吃海货 我只是迷糊 我不傻 只能爱吃海货 不爱吃猪油大饼和小米粥呢 螃蟹还不有什么好吃的 又吃不饱肚子 王一意识无言以对 吃完早饭 天涯岛也开始正式上工了 王一坐在门口石头上看课本 大迷糊去海里洗锅碗 回来时候扛着一张堂椅 这不是知书的堂椅吗 现在没人坐 王老师坐 后面王丑猫又来了 看见王一看课本 他凑上来跟着看 你喜欢念书吗 喜欢 过了一会有妇女上来 递给他两个苹果 王老师 你这里要开学校吗 嫂子你好 不是我要开学校 是咱的学校重新开班 那玉红班也开吗 也开吧 妇女顿时欢天喜地的走了 过了一会她又回来 手里牵着个娃 怀里抱着个娃 不会是要让我看孩子吧 我是人民教师 不是有师 妇女来了把俩孩子递给她 他俩不听话 你就放心的坐 俩娃娃大的一个五岁 小的那个三岁 一人手里攥着一块青萝卜 你俩叫什么 俩娃娃傻傻的看着她不说话 两个孩子并不闹腾 在门口坐下 小心翼翼地啃萝卜 萝卜好吃吗 又辣又咸 辣是对的 咸是因为你鼻涕留上面了 她又把妇女给自己的苹果 拿出来要分给两人 两个孩子顿时高兴地手舞足蹈 二嫂大婶子 你们都带着孩子 这是来干什么 王毅惊恐地抬头看去 妇女老太们 拉扯着一个个人类 又在欢天喜地走来 王毅站在门口 呆呆地看着一群孩子 粗略数来的有二十个 孩子们认生 单独照顾能老老实实的 可这回一群送过来 互相都是认识的 竖起狐孙句啊 王丑猫自觉成为了 她的小狗腿子 看到她手忙脚乱 便主动上去给她分忧解难 她个头瘦小 但在一群孩子里 也算是个巨灵神 唬住了孩子们 王毅松了口气 二猫你也敢嗷嗷 我哥前天才脱你裤子 打得你裤 一起揍她 王丑猫威风 不过三秒 转身就跑 王毅看不下去了 抛出手机 放了缓存下来的歌 随着乌翼声响 孩子们吃惊地 看向她的手机 纷纷绕到王毅 跟前嚷嚷起来 手机这东西不能暴露 她镇住孩童们后 直接收了起来 都给我排排坐好 坐好以后发糖 话音一落 王丑猫第一个坐下 准备去捞海草的 大迷糊见词 也冲上来在旁边坐下 你起来 给我当助教 那个大迷糊你也起来 你当 你当保安 不对 你不是去捞海草吗 我坐好了吃糖 吃了糖干活有劲 听到这话 王丑猫也壮胆坐下 我也要吃糖 我也要有劲 助教和保安一人两块糖 两人 他就站起来了 很快啊 然后上来就是 一个站左边 一个站右边 王毅为了补充能量 也带了巧克力豆 一瓶巧克力豆上百颗 他便拿出来分下去 孩子们吃到嘴里坐不住了 纷纷爬起来要开墙 都做好 谁听话谁有糖豆吃 不听话的没得吃 都不听话的我喂狗 喂 喂我吧 王毅看不下去 到了几个糖豆 递给王丑猫 这得给他们找个游戏做 人多且能消耗精力的游戏 有了 老鹰抓小劲 然后开始了 然后王毅开始气喘吁吁了 然后王毅遭不住了 我这停停 停停 停停姐姐去水花岛上学了 王老师你找他干什么 不是 停下 停下歇歇歇歇 孩子们大为失望 你们不累吗 孩子们连连摇头 王毅服了 他们这年头顶不吃饱饭 那么哪来的过剩精力 他躺在地上拼命呼吸 恢复体力 他不当鸡婆了 让孩子们轮流当 王毅终于把一群小导弹鬼 十多的服服贴贴 中午头要放学了 王东喜给他喊了一嗓子 秀芳中午包饺子 让你过去吃饺子 王向红不在家 上午坐游船去县里了 他进门的时候 秀芳正在剁菜 昨天下宫去摘了些祭菜 春天的祭菜 好吃呢 王毅连连点头 春天的祭菜水饺却是美味 面已经和好了 一盆子面黑乎乎的 这算是个时代特色 家家户户吃的黑面 又叫三等粉 不过这年头 有黑面吃也不错了 看见他盯着黑面看 秀芳表现得还挺骄傲 我公爹特意从库里 零食汁的面粉 本来我以为要给你 包地瓜面饺子吃了 其实地瓜面也挺好 健康 王老师会赶皮 还是会包水饺 王一两手一摊嘴一张 那你可得学 你不会包饺子 以后你媳妇可不乐意 行 那我就拜嫂子你为师 给你学着包水饺 跟你开玩笑呢 你要学等咱 用特等粉包的时候 再上手 这是三等粉 饺子皮没进不好时多 咱对立美人每年 能有多少麦子 咱岛上都是穷地 不长麦子更没水中水到 所以吃的是国库统销粮 年底美人分二十斤面 二十斤米 他给王毅介绍 这两年因为南疆有战士 粮食供给紧张 供销社便给供应了麦子 和稻米自己来打磨 秀芳是个能干的妇女 双手跟流水线一样 自己擀皮 自己上线 自己捏合 很快把一个个饺子包出来了 王老师你去门口看看 你哥应该快回来了 他回来了 咱再下饺子 我哥没出海 出海了 去扎海参了 那他中午回来吃饭 出海干活路上耗费时间多 一般一出去就是一天 中午带上干粮 随便对付两口即可 不回来待在外面干啥 老龙湾现在天天有气船跑 海水不是个海水样 上面飘着一层汽油 海水也不是海水味 成了汽油味 这样海参都给熏死了 没死的也熏跑了 去一趟扎不着多少身 并多够半天活